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强木呆呆地站在旁边 闭住了眼睛 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 他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用手掌抹去脸上的泪水 揭开锅 用勺子搅了搅米汤 开锅以后 魏红站起来 低头抠了一阵指甲 似乎鼓了很大的勇气 开口说 我想 到你这边来过日子 这位十九岁的姑娘说完这句话 脸一直红到了耳根旁 金强又感动又激动 说 你给你爸你妈说了没 没 魏红仍然低头抠手指甲 最好叫个大人 给他们说一说 大人 他家哪来的大人 大人都成了罪人 金强知道 玉婷叔革命性很强 他怎么可能让魏红和一个阶级敌人的子弟结婚呢 再说 那年为玉婷叔和他三妈王彩娥的事 两家人结仇太深 金强伤心地叹了一口气 对自己亲爱的人说 你先回去 罢了 叫我想个办法 魏红走后 悲喜交加的金强 先硬劝着让他妈喝了一碗米汤 此后 他就一个人蹲在院墙角里 困难地咽着唾沫 不知该怎样给玉婷叔说他和魏红的亲事 金强突然想起了他二爸 二爸尽管和他们家 玉婷叔家的关系都不好 但这终究是个大人 金强知道 二爸二妈对他一直都是好心相待 不像对父母和哥哥那样心怀敌意 事到如今 也许只能依靠二爸为他做主 金峻武听完侄儿给他叙说了他和魏红的时候 震惊地目瞪口呆 一时到不知说什么是好 金峻武能料到他哥他嫂和大侄子的下场 但万万料不到二侄子和孙玉婷的女儿粘到了一搭 他首先气愤地想起孙玉婷和俊斌媳妇的麻糊事件 虽然那时过了好几年 一想起仍然叫人怒不可遏 不过 另有一股热流随即躺过了这个硬汉的心头 他为孙玉婷的女儿如此深名大义而感动不已 不简单啊 一个十九岁的女娃娃能在这样的关头做出这样的抉择 能不叫人眼窝发热吗 金峻武没有往下考虑 就一口答应了侄儿的请求 金峻武同时意识到 他将要负起的是一个大家庭主事人的责任 弟弟俊斌那门人死的死 走的走 已经断了根 哥哥俊文一家三口虽然活着 但基本上也完蛋了 只留下金墙一条完整的根苗 他金峻武不能让这家人也绝了门 金墙已经二十六岁 如果不是魏红这么好的孩子 哪个女娃娃还愿意和贼门人家结亲 要是金墙打了光棍 大哥那门人也就断了肿代 金家的后事不堪设想 要是这样他怎能对得起死去的父亲 但是金峻武答应了侄儿之后 才感到这事十分棘手 他和孙玉婷多年来一直势不两立 怎么可能做通他的工作呢 再说上玉婷的门本身就令他万分为难 事到如今他金峻武只能下脸去为侄儿求亲 金家再有什么资本逞强斗性来 金峻武突然出现在孙玉婷家的黑窑洞里 也着实让玉婷两口子大吃一惊 虽然金峻文一家已经臭不可闻 但金峻武仍然是金峻武 对金家湾事实上的领袖登门拜访 感情上敌对的玉婷夫妇 也不能不流露出某种荣幸之色 在农村 不管你身居何种要职 如果你家境贫困 就自然对家境好的人心怀敬畏 更何况 这金峻武不仅光景在村中拔尖 同时也是双水村的领导之一 而且 敢和卓越的田福堂分庭抗礼 贺凤英马上用一只祸口破碗 为金峻武倒了一点白开水 金峻武反客为主 给孙玉婷递上一根纸烟 峻武不绕圈子 开门见山 说明了他侄儿和魏红的事 希望玉婷夫妇能支持两个娃娃的婚事 我哥一家是完了 你们清楚 几年来我和他们也早断了来往 别了兄弟之情 但金墙是个好娃娃 这村里人都能看得见 至于咱们两家的关系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往后成了亲戚 我想也不必再计较过去的那些碰磕 同村邻舍有点什么不美气也是难免的 你们都有文化 我想会宽怀大度对待这些事 再说就是我们之间有点不和 也不应该影响娃娃们的亲事 金峻武雄辩而诚恳的 对他的前对手说了一大堆热忱话 孙玉婷脸油红变白又油白变红 夹纸烟的手指头琐琐的抖着 别过脸不再看金峻武 贺凤英也吊着个脸一言不发 低头在锅台上拿切菜刀砍一颗老南瓜 黑窑洞里一时寂静无声 过了一会儿 孙玉婷红脖子仗脸对金峻武说 这事弄不成 我怎能把卫红给了犯罪分子的后代 就是这话 你们是白日做梦 妄想把我的女儿拉入那个黑染缸 我一千个不答应 一万个不答应 谈判破裂了 金峻武碰了个硬钉子 尴尬而痛苦的退出孙玉婷的院子 金峻武刚走 孙玉婷就把大女儿叫到跟前 盘问了半天 魏红不仅说出真情 还顶嘴说 她非和金墙结婚不可 恼羞成怒的孙玉婷 费劲地脱下一只破鞋 一直追赶着把女儿打出院子 又撵着打到了坡底下 贺凤英喊叫着冲出来 打了孙玉婷一记耳光 才制止了她的疯狂 作为母亲 不论她是否同意这门亲事 凤英当然要护着女儿 贺凤英怕出逃的魏红寻了短见 一路哭着去寻找孩子 当她路过田福堂家的检判时 躺在碾盘上晒太阳的支书 问妇女主任 你哭什么嘞 凤英毕竟是妇导人家 马上鼻子一把泪一把 向支书续说了事情的根根烧烧 田福堂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 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说 好事吗 玉婷还给我做工作 让润生和寡妇结亲 说两个人有了爱情 大人就不应该阻挡 他怎能阻挡自己娃娃的爱情呢 再说 魏红又寻了个 打着灯笼也找不下的好人家 在孙玉婷家闹翻天的时候 金骏武却在自己家里 愁得一愁莫展 他先不想把他的失败告诉侄儿 以免孩子遭受打击 但他又有什么办法 攻克孙玉婷这座顽固的堡垒呢 金骏武一下子想起了孙绍安 是的 也许只有绍安才有能力说服他而罢 当然 骏武知道 绍安现在专场倒闭 处境险恶 心情很坏 此刻麻烦他实在不合时宜 但骏武已走入绝路 只能去求绍安了 金骏武决定 马上去找孙绍安 金骏武一见孙绍安 才吃惊地发现 前一队长已经被专场的倒塌 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小伙高大的身躯 像他父亲一样罗了下来 脸色憔悴而黑瘦 眼角胡着眼屎 嗓子也是沙哑的 骏武先安慰了他一番 尽管他出于诚心 但话语是空泛的 他知道几句安慰话 解决不了绍安的问题 如果绍安缺的是粮食 那他金骏武有能力 帮助这位年轻的朋友 孙绍安尽管心情坏到了极点 但他不能拒绝骏武的请求 他答应 当天就去找他二爸 这孙玉婷真的成了个人物 他刚把双水村的一条好汉 赶出了门 另一条好汉又上门求他来了 玉婷这阵 腰杆子确实很硬 他吸着绍安的纸烟 拿板做事的 听侄儿七七八八 给他说好话 不同意 就是这话 你别再给我灌清米汤了 孙玉婷很有气魄的 打断了绍安的话 如果在前不久 绍安洪祸热闹的时候 他绝不敢对侄儿 如此态度生硬 那时是他有求于侄儿 可是现在 你绍安小子还不如我 我穷 我不欠债啊 你小子屁股后面欠一堆账债 有什么资格来教导老子 你甭再为金骏武小子说情了 你自己连自己饿下的都食度不了 你先甭说其他事 你二妈的四十块工钱 我们还等着用来 你最好先把钱给我们开了 再去管两旁世人的事 孙玉婷 孙玉婷俨然以一副债主的神态 对他以前敬畏的侄儿说话 孙绍安气得嘴唇直哆嗦 他没想到 连无能的二霸 也不把他当一回事了 也许在所有人的眼里 已认定他孙绍安这辈子 再也爬不起来 既然是这样 人们有什么必要尊重一个 在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人呢 孙绍安一看 他没本事再说服张狂的二霸 只好沉着脸 从这个破墙烂院里走出来 他难受得咽着唾沫 喉骨节在不停地上下滑动 他并不计较二霸 那些过分刺人的话 而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处境悲哀 他孙绍安 现在竟手无腹肌之力了 绍安下了二霸家的小土坡 半路正好碰见丹水的妹妹魏红 他拦住妹妹 询问了他本人 对自己婚事的态度 魏红很有主见地告诉大哥 他坚决要和金强成亲 孙绍安大受感动 他以前没有想到 他二爸二妈那样的人 竟生下这么个好娃娃 绍安感到 魏红妹妹在骨子里 有孙家的那种硬劲 他于是给妹妹出主意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 不管你爸你妈是什么态度 只要你本人坚决 你就按你的想法去 去行事 你知道 婚姻是自由的 到时候 谁也挡不住你们 魏红抹去眼角的泪水 严肃地对大哥点了点头 孙绍安走出田家哥老 趟过东拉河 直接去金家湾 向郡武报告了 他的努力 没有任何结果 于是 这宗亲事 就暂时被搁置起来 冬至过后不久 杨历1982年 快要结束的几天 随着西伯利亚 大规模寒流的到来 黄土高原 落了第一场雪 雪下了一天两夜 大地和村庄 全被厚厚的积雪埋盖 田野里鸟兽绝迹 万般寂静 家家封门闭户 只有摇顶烟囱中 生起一柱柱沉重呆滞的吹烟 野狗吐着血红的舌头 嘴里喷着白雾 在雪地上奔窜 无处觅食的麻雀 挤在谣言下 饿得叽叽喳喳 叫个不停 大雪停歇的 那个无风的早晨 村里人出门以后 就见金骏武和侄儿金墙 黑棉袄扭扣上 挂着红布条 从白雪挨挨的庙坪走过来 不管碰上大人还是娃娃 都双膝跪地磕上一头 人们朝金家湾北投望去 见郡武家的院墙上 插起一督路白色碎树纸 所有的人立刻明白 是金老太太 写事了